来自咱们伟大祖国的宝岛台湾 对面唐山 有请上金飞和陈希 有请二位 哈米瓜还在新疆的路上 我们哥俩刚打新疆回来 正中这儿的哈米瓜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今天来的朋友确实不少 高峰满座 骑满座 楼上楼下 人全来了 哪有楼上 什么眼神你 演员在舞台上的语言 就削微的夸张了一点 你削多大微 刚才陈娟 侯尊鹏表演多好 大伙喜欢我们后台演员也喜欢 这样的演员真是不错 后台那大伙都平时都跟他们学习 这下台赶紧走 为什么呢 是神经病院正找他俩的 赶紧回去吃药去 不是 回忆院咽屁去的 别提这 玩笑话 好 欣赏了半天节目 大伙发现一问题 探探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拿手的节目和特点 你刚才陈进泉学什么像什么 学个大姑娘啊 主要是学大姑娘 她不用学 她用学 她妈把她生错了 我跟你说 她妈生完以后把孩子扔了 把胎盘养起来了 都养起来了 我听着都带血筋 我告诉你 下来休息休息 是吧 听下有好处 哈哈一笑 轻气上升 灼气下降 食归大肠 水归旁观 是吧 清夏都利尿是怎么着 对身体健康有益 那您说健康是事 而且我们这环境也不错 交代口 新剧场 新装修的 冬暖夏凉 不瞒各位说 就到这月份 今儿天这么热 我们演员 尤其我 我都愿意在剧场待着 不愿意在家待着 为什么剧场比我们家还凉快呢 哦呦空调 对我们家条件不好 知道吧 我们家接着临来的时候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那你就开空调啊 我啊 把空调开开 就凉快一点 显着那么凉快 怎么 你看上我了是怎么着 什么毛病这么瞧是吧 开空调管用吗 你热你可不开 那要不你烧锅炉 没听懂吧 没听懂别演员 我跟大伙聊聊聊天啊 其实夏小林来的是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开空调啊 把空调开开不就凉快了吗 没有 没有买一个 你买不起空调 买个电扇也成啊 买不起新的 买旧的 要买不起旧的 你就买个坏的 拿手摇着也是凉快的嘛 你懂不懂 懂不懂 这这方面怎么看上他呢 我就纳闷 没听懂吧 没听懂别演 我跟大伙聊聊聊天 行吗 你聊你歇会儿 你在台上歇会儿 好吗 我歇会儿干嘛呀 你站台上听线 你也买票下回 你知道吧 这什么话 临来的时候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开空调 告诉你开空调了 怎么了你啊 你开开他怕什么的 家里都穷成这样了 你们这票房子不挺好的吗 你们这儿 票房好跟我们周路没有关系 你知道吧 有没有关系开开他 不是你 我再说最后一遍啊 你爱说几遍说几遍 就得开空调 就得开开调 什么毛病你 我得把枪拿上来 这一句话倒了三遍了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你招招听啊 招招听 我招招记一会儿 我跟你说 我天热 现在去天热 天热怎么了 我们家做水 用力热得快 炸了 开空调管用吗 不是管用吗 不是管用吗 是那个热得快那棒棒 坐水那热得快炸了 你炸了十块钱一个 你再买一个不成了吗 你容我往后说了吗 我这刚说热得快炸了 倒霉摸耳旁边一战 跟赠熬似的啊 谁敢搞 开空调啊 开空调啊 你还说几遍说几遍 就得开空调 我是你那模样吗 我是你那样吗 你还不说我呢 最可惜刚才还烧过炉 买不起买坏的 我摇我 再给自己摇死我的 人力发电吗 就这智商啊 我跟你说 没听懂 现在别打场 知道吗 废话 我知道你什么玩意炸了 这他快炸了 什么玩意炸了 谁听得懂这路话 其实来观众多 节日甭演出 就是高兴互相聊天 刚才我介绍 每个人演 都自己特点 陈全 娘们唧唧的 他有特点 这我们这一场节目 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 主要是指着 陈希这 这个智商活着呢 你不能这么说 你不能还有好演员 高派 有小游他们 对 高派 原演唱 为什么能能火呢 为什么能 高派 长得精神 确实精神 薛薇的比我们颜值高了一点 薛薇的 原唱好 原唱大伙不知道有一小名 他说有 小名叫义苦 你知道吧 他火呀 义苦 油义苦 他小名叫 嗯 义酷吧 不要那么粗俗 不要那么粗俗 写名叫义苦 下面请信赏 下上表演者 高小潘 油义苦 二位来自三里坟的演员 是 我说了半天